發揮拼搏精神 帶來獨度分析 A1 出擊 歡迎大家收聽A1 出擊 我是周彩樽 早前香港政府宣布 舊的智能身份證會失效 新一代智能身份證 由2018年開始簽發的身份證 就會全面取代 但是有很多人都身處海外 或者早一點已經扮演移民的朋友 可能仍然手持舊的智能身份證 於是有一種說法 大家就想 是不是香港要逼人回香港換證 特別是有一種陰謀論 是不是想逼目標的人物回香港 讓政府可以拘捕這些人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曾經出現過 有一個在日本留學的女學生 就是在回香港換智能身份證的時候 被捕 還要是因為國安法而被捕 於是更加令人覺得 這個陰謀論就滲囂塵上了 那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這件事 以及其他的一些海外港人 是怎樣看呢 會故意回香港換證 還是很擔心 而故意不回香港換證 這樣呢 我今天邀請了香港時事評論員 楊穎宇和我們聊聊 楊博士你好 阿瑞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的 我就想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 舊智能身份證即將失效這件事呢 我知道你早年已經移居了去英國 你有沒有打算回香港換證呢 你說這件事 我幾乎不記得了 因為其實2018年的時候 開始這個project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以為自己還沒換證的 但是後來再檢查一下檢查一下 咦 不是喔 其實我是2020年的時候 我是被港共政權批鬥的時候 就是那個考試卷那個事件的時候 我是嗚嗚嗚嗚嗚 在吃精神科藥物的時候 走了去拍照 我現在回想起來才好笑 我拿回一張證出來 咦 是喔 原來我換了到2020年的時候 我拍了一張史上最噁心的身份證照 那時候我精神狀態是極之差 兩個眼袋可以做金魚缸 可以摘金魚那樣子 原來我是換了 所以其實我是沒有這個擔心 但是我身邊的人 都要計劃一下 所以不需要回香港去換 尤其是如果自覺自己有風險的話 其實你就未必會去 但是如果風險程度較低的朋友 回香港或者順便去旅行的話 都不妨可以去換的 這個順便去做就可以的 其實去年都說曾經有留日的女學生 就回香港換身份證的時候 在入境的時候 就被香港國安警察拘捕的情況 其實可能大家就會開始評估一下 到底自己有沒有做過什麼事 可能會擔心回香港會有麻煩 那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你認識特別是近年 可能用BNO visa的方式移居英國的人來講 他們有沒有一些未換證 或者他們有沒有因為 香港這個智能身份證 即將失效這件事 而有些討論或者有些憂慮呢 如果是沒有風險的朋友 他自然就會想想什麼時候會去 比如說我來暑假的話 都有一些鄰居會回去特意換身份證 明年又有這樣 大家要回去的時候 就要評估一下自己的風險程度如何 如果你平時在Facebook上面 你完全沒有討論過這些東西 連轉載這些東西的post也沒有 like也沒有給一個集會 也沒有去參與的話 自然來說你就是一個低風險的人士 你回去的話就完全沒有問題 但問題其實我是極之懷疑 國安署那邊 香港那邊 其實是有一個AI系統 是會看著香港人各個Facebook 那些用的字眼 他會用一些關鍵詞去搜你 那些高危人士 譬如蔡文傑 劉草迪那些 已經在通緝那些 自然就會專人服復你 招呼你 看你的Facebook 但如果那些明不見經傳的朋友的話 不要以為沒有風險 如果你剛好寫Facebook的時候 你的keywork是踩中了的時候 我相信其實國安署那邊 其實是有紀錄的 所以你入境的時候 他會不會拿你的Facebook 出來說你幾時幾月幾日 出了這樣的post 寫過一些有外國安的東西 不到你不認 到時他就只有Facebook 放在你面前 所以你就要評估一下 究竟你是不是做過這樣的事情 我知道有朋友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會是推出一些敏感的群組 他會create了一些群組 然後回到英國再加入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但問題是如果你玩Facebook的時間 曾經有寫過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要小心 這個被他一旦截獲了圖的話 他就看他的心情 他會不會做你 所以相關的評估風險 大家回到香港之前 一定要做足才可以回去 其實大家都可能要 看回自己的網上言論 怎樣的情況 其實除了說 香港智能身份證失效 然後現在這個政府 就叫人回香港換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其實很多在英港人 是利用BNO visa去申請移民 就不被這個香港政府承認 而因此也都未能夠拿回強積金 現在又面臨舊身份證失效 有些人就覺得兩件事 是有些政策的關聯 都是逼這些香港人回香港的 那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想要看回那個時間線 這個時間線 其實說明很多問題 如果這個身份證換令計劃 是在國安法之後才實施的話 那這個質疑呢 就有效的 但如果你2018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連這個反送中的社運 都未曾開始的時候 就很難作出這個聯想 你說事後的時候 利用身份證這件事 來達到這個節目的目的 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一開始2018年的時候 英國這件事就不可能 反而又說 他是想將所有個人資料 集中於一張身份證上面 圖書館也是他 隔絕書照也是他 就是一次過檢查新聞證 就可以檢查更多資料 甚至乎他現在在香港裡面 都陸續按了很多智能的登柱 那變成你去到哪裡的時候 你都有記錄 那這個其實就是政權 當初想做的事情 有沒有政治監控的成份 有 但是問題不是涉及到海外 那海外這個關聯的話 是要去到2019年社運之後 尤其是這個英國政府 更改了BNO這個定義之後 才有這個影響 所以這個是後加的東西來的 那至於這個BNO那個Visa的時候 你現在它就會是一個 就是移民用的證件 就是你可以是通過BNO的話 是5加1就可以做到一個移民的效果 那這個其實是2021年之後的事 是出現的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這個BNO其實是中英兩國 在所謂的回歸之前的話 通過談判達至一個協議 就是BNO作為一個旅行證件可以保留 但是問題它不是一個獲值的身份 那這個是一個外交協議來的 但是後來不 雖然說是一個在法訴宗之後的話 是一個拯救港人的一個救生艇計劃 你可以說 但是本質上 事實上 是英國的一個單方面的更改協議 所以中國就是一個類似報復的行為 所以如果你用它來移民的話 它就不承認了 所以你提出用BNO來移民 你就拿不到你的金錢 所以在香港人的角度來說 就不是理想的 但是問題呢 其實整件事都是有蹟可尋的 嗯 那就是最少呢 我們就看上來呢 就這次這個 將舊的智能身份證失效 然後呼籲海外港人回香港 換政這一件事呢 就未必需要想太多這樣 但是呢 對我們來說呢 都會在海外的港人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擔心的可能 就是 它說明年就會失效了 那些身份證分兩個階段 都是2025年失效這樣 那如果我明年 真的沒有計劃回香港 那怎麼辦呢 我手上就得回一張 失效的身份證